我们刚刚提到的地震 其实在前天的这一场地震 在高雄地区震度达到四级 有民众当时在六规山区录影 感受到整个天摇地动 山石块不断的崩落 甚至有巨石差点砸到帐篷 受到雨震的影响 山峰持续了将近五分钟 看这画面 吓得很多人赶紧的离开 不敢再逗留山区 大量石块不断的从山头崩落 还有一些比汽车还大的巨石 直接砸到河床上 画面十分震撼 整座山摇望的厉害 甚至有石块插点砸到帐篷 让在河床上的露营民众 看得胆震心惊 尖叫连连 原来讲先生一家人和朋友 利用228连续假期到高雄六龟山区露营 没想到26号上午10点多地牛翻身 一群人连站都站不稳了 但随即而来的山崩 更让他们看傻了眼 回想当时情形 蒋先生仍然鱼记有存 因为余震影响 山崩持续了将近五分钟 让他们一行人决定 不能再逗留 将行囊收拾好赶紧下山 这回的地震惊魂 让他们直呼一辈子难忘 绝选林正永热方高雄报道